你敢不敢现场挑战一下妮娜 就现场策划一个向她求婚 你看看能不能打动她 真的别吓我 这不行 你作为面试官 你只需要用面试官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我是会受惊的 把这个留在第二阶段 而且你第二阶段还有表现 你把那个表现 跟这个求婚柔和在一块 我觉得挺好 你说呢 行 自己想一想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雷 吓跑了 黑了也要向你求婚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不对 这年头啊 有些人不想被黑 今天有人想黑 我偏要把他亮起来 好 来 掌声欢迎 Everybody 留点掌声鼓励好了 谢谢 别忘了你是跳给谁的啊 别忘了跳给谁的 眼神 眼神 你没求婚啊 你没求婚啊 你呢脸红了 她已经求婚了 她已经求婚了 我说老实话 我心跳真没动 跳多好 我看都心动了 是跳得挺好 但是我得说句实话 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人 是 他们对你 其实挺善意的 去夸了你 你跳得没那么好 讲老实话 在个人技巧上 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特别的好 但是有一定的 个人表达力 但是对于Lina来说 打动一定不够 因为第一是 她自己本身害羞 第二个 她的动作 完全是在秀自己 真不是在表达我爱你 舞蹈其实需要 是表达情感 这方面弱了一点 其实刚看完 她简历的时候 我就想跟她说一句话 就是你现在 跑到这儿来找工作 其实你在逃避 就我老觉得 你没把一件事 做声做透事 你蛮享受这种 就是很自由 六十分 然后也不用 把自己整个头进去 那么累 那么折腾 所以我就说 你的舞好看 但我不会觉得感动 Lina这番话我认可 为什么呢 暂且不说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来找工作 但好像没做什么准备 因为做 你说你想做策划 但你居然没有带一个 好一点的策划案例 或者是分析 又或者是一些基础知识的准备 似乎你还是一点都不懂策划 你为什么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呢 其实我对现场比较熟悉 这些工作人员的工种 那只是执行 不是策划 对 可能策划这方面 就是很牵挤 但是其实他让人看着真是挺舒服的 憨厚 憨厚 所有的人对他都特别的包容 包括图磊 你这么尖刻的人 都对他很包容 这些老板都对他这么包容 这个你没有办法不对他包容 他又不怎么说话 眼神当中透露着诚恳 然后又那么腼腆 你无从气起 你这个人缘比较好 曹树阳是一个标准的暖男 给人一个非常温和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他既然要选择去做策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话 他的整个的感染力和他的整个的想法 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不匹配 感谢观看